罗东正今年表扬模范学生包括了竹林、北城、成功、公正跟罗东等五所学校 连同罗东正立幼儿园总共有244位接受表扬 另外公所今年准备了105元的图书礼券 要送给辖内7403位学童作为今年的儿童节礼物 让小朋友可以自行挑选图书文具满足他们的多元需求 这次的表扬的这个同学有244位同学 这叫同学们你们的这一个表现足以让我们所有的同学作为楷模 所以呢儿童节的表扬是非常我们非常重视 那希望呢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 也是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表率 那在这边呢要恭喜他们 那再过几天就是儿童节的 那我们公所对于镇内的国小 以及我们公私立的幼儿园的同学呢 我们准备了7000多份的儿童节礼物 那因为本于从幼稚园到国小留年级的差距太大了 所以每一个同学他们的需求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原则上 我们用这个图书礼券的一个方式 105元的图书礼券 给所有的同学呢 他们去选购他们所想的这个图书的用品 文具用品去买 让他们能够选择他们所需 那所以呢也借这个机会要祝所有的同学 我们儿童节的儿童节快乐 镇长吴秋林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考量学童还没有接种疫苗 模范生表扬活动不开放家长到场管理 但有准备网络直播 方便家长线上收看 而且现场采取人潮分流 工作人员会在学生离席后做清销的工作 模范儿童的表扬 那因为疫情的这个关系呢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无所学校的这一个 还有我们这个政立幼儿园的这一个 模范儿童的表扬我们分流 原则上就是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学校 做分开来在这一个展影期这边做表扬 所有的家长也非常配合 我们有做直播的一个线上的直播 在线上做观赏他的宝贝小孩受奖的状况 那真正感谢我们的家长的配合 也希望所有的校长老师也辛苦 罗东镇公所透过表扬活动 提前跟小朋友欢度佳节 也预祝罗东镇内的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